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一些课程是介绍了桃园在地的景点 这一次我就用三小时来介绍桃园的一些史迹景点 藉由了解这边的史迹景点 我们来慢慢的构建出对桃园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算是所谓的在地化的一个课程 希望大家呢 藉由对这个史迹景点的理解 能够培养出一个在地的观点 以及发现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史迹 这样的一个鉴赏的一个能力 那今天算是预告 所以说呢 我简单的分享一下PPT 好 那我们就来开PPT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开PPT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分享 好 那我的课程的话呢 就是来介绍所谓的桃园这个古城 那我的课程的话呢 那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桃园呢 其实曾经呢 有这个用石头所建造的桃园城 那比如说台北有北门 新竹呢 有银溪门 东门 你就可以知道说 古时候确实有一个城门 那个有一个城 但是桃园现在的城 看不见了 但是它的历史还是存在 我们可以从桃园市呢 有所谓的东门国小 西门国小 南门国小 北门国小 就可以知道说 这些小学以前是靠近这个桃园城的城门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借由去了解这个以前古城 还有这个古城为什么会发展新建 包括清代的时候 这个街道的行程之前 有哪些庙宇或者是建筑 然后呢 借由了解的过程慢慢的建构出 我们对这个桃园的一个理解 好 那我们知道说 桃园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这个是以汉人的立场来看的 其实汉人还没来桃园开墾之前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有所谓的南侃 萧里 龟伦 还有坑仔 四个这个族群叫做南侃四社 那这个是所谓的凯达格兰族的平埔族 在这边居住 那这个的话是日志时期 日本人所拍的 很难得的就是平补族的一个 平时的服饰装扮 那我们的课程呢 也会做一些提示 这边呢 做一些介绍 那真正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先有这个泉州人在桃园周边开始开墾 接着呢 是有张州人 那比较大规模的还有客家人前来开墾 尤其是这个客家人叫做薛启隆的 到了我们这边会开墾这个内利巴德 这边曾经有做过萧里大军 那因为有水灌溉才有办法呢 去做一个开墾 那因为当时就已经骗子这个桃花树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呢 慢慢的跑出一个小地名 叫做陶宰园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再来我们再往下 那因为这边来刚才说的 有平补族 有泉州人 张州人 那后来还有客家人 所以说我们这边主群很多 那早期的话呢 因为他们会有利益上的冲突 会有一些泄斗 那于似乎呢 慢慢的就变成了 北桃园 南中立 这个北边呢 比较有泉州人 张州人的这些闽南人 那中立以南这边的话 比较有客家人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老地图 就是推测桃园城 曾经有个城 那这个详细的内容的话呢 我们会在正式的课程会去提到 那因为这个地图呢 有标示到清朝1820年到1900年的时候 桃园城的一个街道的形态 那也有标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物 那我们的课程的话呢 就会逐一的去介绍 这边的一个庙宇 那以前的老照片 有的话我们会来欣赏 然后也会来看现在到底变成怎么样了 那譬如说有关帝庙 洪湖岩 文昌阁 桃园大庙 这些 那还有另外 每个城门周边的话呢 都会有所谓的 土地公庙 土地公庙 那这个都是 我们桃园城最中心的 就是开张圣王庙 开张圣王庙 景湖宫 那另外的话呢 是我们一般的台湾的文史学者 比较少去碰触的 就是说日治时期的历史 那其实日治时期在台湾的治理上面 他们也是有一些 建设 那这些建设其中呢 我们现在可能 看得到的不多 比如说消失的 有所谓的桃园敬义所 那桃园室内曾经也有武德殿 这个可能是给当时的警察 才去练建道啦 楼道啦 公道 这样的一个建筑 那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最难得的 就是我们桃园中列池 其实它沿用的是以前桃园神社的一个建筑结构 那因为长期使用 而且呢 在 1980年代 我们 中列池要改建的时候呢 有很多声音把它保留下来了 就是说 其实它算是一个蛮经典的 因为我们以前日治时期统治50年 到现在的话呢 各地的一些神社啊 已经都不复存在 那唯独我们这个桃园中列池 因为一直都使用着这个桃园神社的建筑 所以说它算是一个保存这个神社建筑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它这个所谓的配备 都是相当的完整的 所以说呢 我的课程里面呢 还有一大部分是会来介绍 目前还看到的日治时期 主要的一些建筑 还有一些 包括这个神社 我们会花比较大的比例 来介绍 好了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预告 已经把我们这个课程 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东西啊 都告知了 希望说 我们呢 在课程的时候呢 就能够 跟大家相见 好 那就到这边为止 希望大家呢 能够 选修这个课程 好 OK 那我们就再见咯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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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